就美国国务院官员近日指挥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协位的联大第2758号决议 没有任何不等于也不反映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 美国的一中政策与中国的一中原则不同等讲话 中国外交部北美大洋洲司司长杨涛10号晚上举行吹风会 缠明中方立场并批评美国歪曲联大第2758号决议炒作相关涉台问题 美国搞以台制华必然以失败告终 杨涛在吹风会上表示 1943年的开罗宣言和1945年的波斯坦公告 明确规定把日本窃取的中国领土台湾归还中国 1971年10月25号 第26届联大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第2758号决议 决议表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 驱逐蒋介石集团 充分反映郑重确认了一个中国原则 并且50多年来 中国在联合国和其他众多国际组织中的会费比额 都将台湾的GDP计算在内 决议通过以后 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乃至其他政府兼国际组织均予以恪守 坚持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 不承认台湾当局所谓在国际上的代表权 再者国际社会普遍遵守联大第2758号决议 完整准确落实一个中国原则 从第一个同心中国建交的国家到第183个建交国脑鲁 都从政治上承诺坚持一中原则 都同台湾断绝了所谓外交关系 美国作为开罗宣言波斯坦公告的签署方 作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企图践踏国际法原则 恶意歪曲误导国际舆论 最后杨涛强调美国必须停止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 正告美国严格遵守联大第2758号决议 敦促美国不要站在国际社会的对立面 富王卫视综合报道